哈喽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月光下的异世界之旅小说剧情第十三卷 男主在给学生上课中 收到了利米亚王国的 关于出访日期的通知 男主想要避开学姐的计划落空 而另一边 学姐则是开始了悄然默化的挖墙脚 莱姆在与学姐一行 共同冒险中开始动摇 自从一起救了巫女奇亚以来 就一直和学姐共同行动 最初当然是为了监视 可是不知为何 现在莱姆却融入了他们的队伍 莱姆一个人在夜晚森林 学姐队伍之前还有一名剑士 黑皮纳巴露 莱姆知道这个人 也知道自己现在处于他的位置上 莱姆对纳巴露这名女性是怎样的存在 知道的或许比学姐更多 那个纳巴露竟然成了勇者的伙伴 复仇鬼看样子变得温柔了不少 为了让同伴逃走甘愿一死 莱姆觉得这是他绝对不可能的死法 在莱姆记忆中的纳巴露 如同一把朝向魔族的憎恶之刃 是复仇心的聚合体 莱姆也不是一两次看到 她那显眼的白发被魔族鲜血染成一片赤红的模样了 无论力量还是金钱 所有的一切都是食粮 只为杀死更多魔族的 她就是这样的女人 但勇者一行人偶尔谈到的纳巴露 总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魅力女性 这也是因为学姐改变了纳巴露吗 这样一来 她说不定比那个时候度过了一段更幸福的日子 想到这里 莱姆就对学姐抱有感激之心 她不是在疯狂的笑声或空虚的复仇中死去 这样就好 而且那家伙宛若舞蹈一般的剑技 依然在学姐的身体里活着 莱姆承认学姐是名副其实的勇士 她既是故意在扮演这种形象 也是因为众人期望她能这样 在理解了自己必须成为希望容器这一职责后 还能心甘情愿接受 这不是常人能有的精神 也能理解男主为什么会这么认可她 确实她相当仅于算计 到了连莱姆看来也会折舌的程度 不过她的算计并不是为了去贬低某人 她没有否定民众对勇者心怀的印象 反而予以肯定 做出符合他们所期望的行为 作为结果 她获得了更大的支持 出现了为了想自愿协助国家的民众 也因为民众支持 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发言权 谁也没有损失 因为骗人所以不对 莱姆觉得这是理想家的发言 莱姆无视了好几回巴的联络 自己肯定是哪里不对 男主和巴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现在如果又跳槽到想那边 实在是太丢脸了 学姐没有说过 希望她可以长久地加入到队伍中 因为从有恩与己的葛业商会中 擅自挖人自然过意不去 学姐是这么说的 不过如果莱姆和她在一起时 心意有所改变 那她会重新试着对男主提出请求 最多只是算不上强求的邀请 仿佛在对莱姆诉说 要是事情顺利 大家都很欢迎莱姆 她就是因此动摇了 就在这时 她察觉学姐从后方走来 学姐自认已经完全消除了气息 莱姆问她什么事 她露出笑容 递出手上的木丸 学姐用如同表演戏剧一般的动作 解开盖在木丸上的布 芳香的蔬菜与肉汁 交织成诱人食欲的香气扩散到周围 学姐表示 跟莱姆相处时 也不用去特意伪装 很轻松哦 这么做并不包含恶意 演技本身并没有错 莱姆品尝结果的料理 表示很好吃 就算以后不当勇者 估计也不会失业 学姐吐槽 想抓你的胃倒是真的 莱姆表示 咱们商会以灵为首 很多人都喜欢料理 这种程度还是抓不住的 学姐表示遗憾 然后她过来是跟明天的事情有关 那个子芸似乎一边腐坏森林 一边以相当快的速度逼近 读信到了连动物都来不及逃亡的程度 在队伍中 除了学姐和另一人 无法一边展开风墙一边战斗 学姐恳切拜托莱姆参加明天的战斗 莱姆从她身上感受到与男主不同的气场 是那种自己想要伸手协助她的氛围 而她的回答 在那一刻也已经决定好了 莱姆在心中划分出界限 如果情况糟糕了 只要撤退就好 点头表示同意 学姐露出灿烂的笑容表示感谢 随后她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如果符合你的喜好 要不要我嫁给你一辈子慢慢偿还恩情啊 这个笑话还真是恶趣味啊 我才不想当勇者的男人麻烦得要死 学姐没想到拒绝了这么干脆 表示不怎么喜欢放弃 以后再找机会挑战好了 学姐离开后 莱姆再次陷入烦恼 对她来说夜晚仍嫌漫长 射程说不定才是学姐最大的弱点 她的战斗能力日渐提升 不过远距离攻击技术总是会列于近战能力 而这次的对手是位于遥远上空的云 想要对其发动攻击 当然要有能使攻击触及到云层的手段 或者接近云层到攻击范围的手段 对于想来说 她只能选择后者 与她同行的是魔法师伍迪还有莱姆 他们一边防御着伴随狂风 像四处不断飘散的各种毒素 还有只要接触到就会对身体产生危害的子语 一边尽可能的接近自晕 释放出所能想到的各种攻击 打算将其驱散 直接的攻击手是学姐与伍迪二人 莱姆则对两人进行协助 学姐位于空中 语气听上去还有余力 但她的表情相当僵硬 已经没办法再接近了 她之前思考过 能不能将斩机产生的风压 如同弹丸一般激发出去 作为远距离的有效打击手段 虽然有点异想天开 但她成功实现了这一点 现在还必须借助神器的力量 才能勉强办到 而且想要全力释放 还得莱姆在旁辅助 但用不了多久 估计她就能独自释放了吧 堪称异常的想象力 以及将其变成可能的成长性 莱姆在和学姐共同行动中 切身体会到男主 对她评价如此之高的理由 莱姆看这样是不行了 提议先暂时回去拟定对策 学姐苦恼地皱起眉头 回去的话 就会有数个村落不可避免地遭受灾害 如果让居民去避难 村子也还能再盖起来 只不过要在别的地方了 学姐和位于地面的同伴 用念话取得联络 尽力寻找打破局面的对策 但是莱姆有一个想法 只要和巴联络 说不定就会有什么办法 这种云估计是荒野产生的某种东西 巴或者男主说不定知道什么 不过因为被学姐动摇 她数次无视了联络 她的自尊早已被男主 他们碾碎到体无完肤的程度 即使如此 她还是犹豫了 求助的理由太过自私 其中还包含帮助勇者的想法 不行 没有迷惘的时间 只是最后的机会 从时间上来说 她也得回去了 只要这样做 能拯救整个村庄的人 能拯救那些没办法逃离的小鬼们 就没必要犹豫 帮到勇者只是结果而已 仅此而已 莱姆在不断烦恼后 下定了决心 他对自己的上司巴放出念话 巴立刻就给予了回答 隔了很久呢 那边待得很舒服吗 巴的话语 如同看穿了莱姆心中的想法一样 莱姆打算将所有的事情告诉巴 不过巴制止了他 催促他说明来意 巴表示 刚才询问的有些坏心眼 莱姆说明了紫云的情况 巴证实了他的推测 就想巴有没有办法 巴无语 看来你陷得太深了呢 莱姆解释 学姐本质上将共存共荣放在第一位 无论是男主还是他们 应该都可以好好相处 巴吐槽 万一对方舍弃共存第一的想法 就可能成为伤害男主最深的存在 对待会伤害男主的存在 只有一种做法 这些话巴还没有和男主说 只和莱姆说过 巴只和男主提过 请多加注意政治家而已 莱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男主与学姐携手并行 这是莱姆的禁言 不过巴看到了更远的未来 那自己又该说些什么才好呢 巴表示 还有一点 莱姆你还不够理解少主 就用那个云来展示一下好了 你在原地不要动 而且让所有人都不要动 莱姆和巴的念话中断了 莱姆仅仅有某种预感 便呼喊学姐他们 让待在原地不要动 莱姆一边说 一边全力提升 对周围的感知能力 莱姆感觉到 自己感知范围内 极限位置上打开了雾门 这并不是偶然 把故意在他能察觉到的位置 打开了门 白色翅膀的艺人 抱着黑色翅膀的艺人 朝遥远的上空不断上升 他们去往比 想和莱姆所在的地方 更为高远的天空 比厚重的紫云顶端 还要更高 学姐问他 想到什么对策了 莱姆表示 已经做好对策了 所以不要动 什么也不用做 看着就好 这样才能有最好的结果 连莱姆自己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所以他几乎没什么能说的 艺人这次又停在了 莱姆勉强能够感知到的边缘 黑色翅膀的艺人中 存在能够和其他人 共享情报的家伙 黑色翅膀的艺人 在飞行高度上 列于白色翅膀的艺人 因此才有必要像这样 跑上高空 莱姆也理解这一点 也就是说 现在的状况需要的是 黑色翅膀那边 莱姆原本打算推测出 连接的对象是谁 但答案马上就浮现出来 众人大叫什么鬼 赶快防御 来不及了 莱姆大叫一声 别动 莱姆比其他人 略早一些就注意到那个 不过考虑到那个的速度 这种时间差并没有什么意义 一道极粗的光之奔流 从远方瞄准紫云 以及响他们飞来 我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吗 莱姆抱着达官的心情 守望着那幅光景 但会有这种心情 也不过是因为 莱姆还没有理解他 没有理解那位 自己发誓效忠的男人 巴的话语 在各种意义上都说对了 莱姆觉得 罢了 若是能被男主干掉 这条命本来就是 那个人捡回来的 这种信赖感真不可思议 即使是他这种人 感觉男主也会 好好的为我处理后事 莱姆毫无留恋地 接受自己的死亡 闭上了双眼 连他也不明白 这一击是从何处射来 不过莱姆确信 一人所连接的对象是男主 光芒逼近到他们眼前 蹦散成无数刀 灵巧地避过他们 向后方飞去 化作无数细细 光束着那道攻击 刺进紫云当中 哑口无言 无论是学姐他们 还是莱姆 而其中的一人莱姆 他保持沉默的意义 有所不同 哦 确实如此 被强硬死成碎片的云 逐渐消散 莱姆觉得 如果把学姐和男主相比 那么除去一点以外 都是学姐要更为优秀 而这一点 到了如今 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不过他之前 对这一点所具有的意义 评价的太低 不对 他注意到自己 是遗忘了这一点 自己被这种力量 被这种无论什么不利条件 都能二话不说 将其碾压撕碎的力量 深深地折服 没错 他想见证那个 连亚空也能拥有的男主 最后能有多么大的成就 莱姆依然对学姐 抱有某种程度的好感 但他的脑海里 现在却贤明地放映出 在齐格时的记忆 中途下车也太划不来了 我可是葛叶商会的莱姆拉提 好了 回去吧 毕竟也结束了 莱姆看向一丝紫云 都不负存在的清空 想仍保持沉默的学姐 他们搭话 行驶如此大规模的法术 却未对身处附近的三人造成一点损伤 莱姆的脸上浮现出似乎在骄傲 又似乎感到傻眼的奇特笑容 这是莱姆的王牌吗 学姐终于开口说到 声音微微颤抖 莱姆点头 和神殿那时候一样 当成学姐的功劳也没问题 被问到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吗 莱姆说他也不知道 只是商量了一下而已 和说不定知道那种云的人 商量了一下有什么对策 莱姆如同甩掉了附身的东西 以清爽的表情回答想 可业 商会 学姐恐怕已经推测出某种程度的事实 不过 她现在仅能以这样的呢喃作结 为了防止不慎重的发言被莱姆听到 她凭直觉理解到了莱姆心惊的变化 莱姆就此别过 学姐表示真是遗憾 等男主来利米亚的时候 请她也务必同行呢 这样结束的话太寂寞了 莱姆表示 男主要是拜托就会同行 她也挺愉快的 勇者漂亮的击退紫云 拯救了落雷路的民众 学姐的名望又提升了一层 结果可说相当成功 不过在和其他人会合不久之前 她咬住自己的嘴唇 紧紧的 最渴望的事物 又从她的手边溜走了 她理解到了这一点 一直注意不让这种情绪表现出来 但这次没能做到 后悔之情仿佛涌到了自己的咽喉 使她的好强心 勉强让她没有发出声音 不管怎么说 这场透过莱姆的学姐与男主的胜负 在男主不知情的情况下 以男主的胜利告终 好了 今天暂时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